看这一期视频那么 你看这个视频很多人心脏病就会吓出来了 说怎么回事 你是谁 怎么又可以玩欧陆风云4 怎么还是英文版 怎么回事 为什么你的游戏已经更新到了新DLC的版本 太多个为什么 我们一个一个解答 先说一下英文版和新DLC这个事 可能点很关心 这一次也是机缘巧合之下 有幸被邀请提前填了一下 这个力威坦这个DLC 还有这个1.31的这个新版本 填的结果当然是好了 当然是好 非常棒 非常具有创型 像一个巨大的改变 对所有屁事玩家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福音 说完你不是不玩什么屁事游戏了吗 这些都是我跟你说 这都是谣言 非常低级的谣言 我最近这几个月 书球书球都知道 我一直在玩这个欧陆风云4 而且我现在对我只玩铁人难度 那么咱们接下来说这个DLC 咱们首先纵览一下 既然是太平洋的这些岛屿 加了很多文明 但是拉帕努医是没有加 不可能本来是想加的 但问题是 你加个拉帕努医 他玩什么呀 咱们举个例子 你看这 这两个国家 好歹还可以互相伤害一下 你可以同意我 我可以同意你 然后世界之内呢 能看到这个新西兰这个国家 可以互相之间争霸一下 就澳大利亚这些人 也可以争霸一下 就我希望我可以打个 这两个可以互相打一打 对不对 这个拉帕努医确实是 可能是有点太空 而且它属于深海 是吧 我记得它是深海敌行 这个独木州能猛出去的 也不知道 但是塔西提也没做 我觉得塔西提是应该做上的 这个在这社会群岛 哪一个岛 我也看不出来 因为这个塔西提的当时 跟这个夏威伊 拉帕努医和新西兰人 都是有很密切的联系 甚至塔西提到夏威伊的 这个航线 都维持了很长时间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做的 往好理说 那么这种的细致程度 已经是在所有的游戏中是 No.1了 尤其对夏威伊这个还原 毛伊 毛伊 毛伊是 这个波利尼西亚人 神话题中的一个神 好像是透露个什么东西 我也记不太清楚 新西兰也是加入了很多土著 其实我倒觉得 真的会有人玩这个国家吗 真的会有人会去玩吗 好 我就算是选择国家 我统一新西兰之后 我该干嘛 看海浪费我宝贵的青春和时间 在我18岁最美好的年华中 就是跟着一块屏幕在这 你看我我看你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优秀的游戏 应该有的样子 往好理说 这是对毛利文化的一次深度挖掘 甚至可能研究的学者 都没法挖掘到这种深度 他们每个人都有一样的理念 这也是非常的还原 你说这个 对吧 你说这个 卡帕哈卡 确实是这个 你去西西兰 你去大街上随便找人 他们也分不出这些东西 到底有什么细致的区别 而且毛利人是一个整体 公元1200年 还是1400年 毛利酷佩 毛利人首领酷佩 他不是日本人 他是波林西亚人 来到了这 这个总共繁衍了没多长时间 而且这个文明发展程度也没有那么高 你给他 再西法学有点不太合理 但是 坏消息是 可共知名的地方变少了 对不对 不好说吧 人者见人之者见人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我看这句话 真的有人会玩这些国家吗 但是嘛 好理说 这是对一次对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化的一次 鸿言和宣传 是其他世界对这个原住民的关怀 与尊敬这种东西 在现代社会太难得了 这比什么DLC都要保护 但对于我们玩家来说呢 好处什么呀 好处澳大利亚连成一片了 可能有些人跟我一样 在澳大利亚群员放一对兵 对吧 以前是西澳大利亚是一块 然后其他地方是可以连在一块的 我记得 那么现在呢 你放一对兵的地方可以绕过来给你评判了 你不用再派船队过来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消息 甚至还有塔斯玛尼亚 这些就是很有故事啊 这塔斯玛尼亚岛上发生的故事 我建议每个时候都要好好学习一下 这是标识到人类的那个院太无聊了 主要是对于英国人的一次批判 还有个什么 还有一个集中度 集中度 这个咱们可以慢慢说 还有一个人情的改动 这个咱们可以慢慢说 还有一些小的改动 因为我一直在看慕游社的所有的 慕游汉花所有的日志 其实我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这澄清一下 很多人说什么 小木转型成功了 现在已经跟什么这游戏没关系 这都是谣言 谣言 我还是那个 我从来都没有变 这个转型 转型可能存在 但是我没有变 这怎么解释的 变的是水友和整个的世界 你们都变了 我没变 对吧 这个相对来说 你们又觉得我变化了很大 实际上是我什么都没有变 我还是每天在玩 欧陆风云4和高野风云4 还有群星 好 那我们接下来 就是聊聊聊这个DLC 可能我觉得可能对游戏影响没有那么大 但是大家非常关注这个东西 那又是奇观 奇观 很多很多奇观 说全世界一共加入了40个 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感觉他应该是这么分配的 Japan 日本10个 瑞典北欧抗10个 然后剩下世界呢 评分剩下这20个 后来我发现这个我还是有点太极端了 实际上分配的 我认为还算是比较的合理 咱们先从日本开始说 咱们先从日本开始 这么说呢不是因为是我今日 而是咱们根据国际日期变更线 从东往西开始来 如果没有数错的话 没有数落的话 应该是三个 这个 富吉桑 还有这个风尘秀吉搞的这个激露城 激露天首 这个叫 我知道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说当时幕府 让各地大名都要到江户去参见啊 参见 然后怎么说呢 本质上来说是通过这个事情是吸收各个 番的财富和番主的精力时间 加上这种控制 然后客观上形成了当时日本这个 江户畸形的繁荣 大家有这么一个东西 不是大傲 不是大傲啊 富士山就不说了 但是我看了看啊 我找到这些器官中 富士山好像是唯一一个自然器官 其他都是人造的建筑 你看 激露天首 对吧 这都是人造的啊 凡尔赛宫 克里姆林宫 这都是人造的 但是唯独这个富士山啊 它是一个自然器官 这也足以表现出这个 批设对日本的一个重视啊 当然这一切都在咱们的意料之中 呃 之后呢 激露城啊 这个就不说了啊 这个这个要塞怎么回事 我先给你讲讲啊 这时候呢 1444年这个激露城呢 是在山明家的空中之下 那么呢 也是只有二级啊 如果是 我不知道后面剧本会不会改变啊 可能是到富士仁秀集出演剧本 可能升到三级 他这样的 1000块钱打地基 然后呢 300块可以提速 提速730天 然后100人力啊 也可以提速750天 对吧 然后一共是这4个当金 像这个江湖幕府时期的建筑 他这时候就不存在 所以说是没有 富士山呢 一样是二级 那么很多人也非常关心 说这个朝鲜 这个career 有没有器官 这个据我的观察是没有的 也没有西兵库可以算器官吗 但是这时候根本就没有建造出来 所以说没有办法啊 很遗憾 朝鲜是没有的 呃 这个蒙古啊 草原和东北的这个渔猎这块 如果没有漏的话 我找找也是没有啊 这很好理解 他们的文明水平和他们的生活方式 很难产生一个习惯 那咱们中国呢 也是有好几个 第一个不用说了 北京紫禁城 第二个万里长城啊 那么哎 可能就奇怪 这个万里长城为什么放在这个宁夏呀 东边的山海关啊 对吧 甚至这边什么居庸关 这个大同都可以啊 西边的这个洽宇关也可以 为什么放在这个宁夏 我也不是很明白 但我参悟了一下 参悟了一下 可能屁舌意思就是说呢 他认为这个长城啊 和中国古代的两个重要地区 河濤和河西走廊 有着密切的关联 如果你要控制住宁夏这个要塞 那也意味着 你要控制住河濤和河西走廊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你见到万里长城是有价值 那么如果说你已经失去了啊 这两片主题 那么可能你也失去了宁夏要塞 那么你这个万里长城就没法见了 万里长城就破这么大一个口子 这从从陕西延安这破这么大一个口子 你在宁夏建的长城有什么意义呢 那可能通过这种方式啊 逻辑上的这么一种控制啊 一种推理 对局势这种预估 这样的来达成这个长城 在游戏中可以起到最好的 他们想要的一种结果啊 阅读理解结束 那下一个呢 就是奇迹也是在中国的 故意你们猜我猜不到 大家可以在单位上猜猜 中国第三个是哪一个 曾经我以为可能是景德镇啊 这个是受 你看这个地方的启发 对吧 但是他有一个贸易加成啊 或者是南京啊 南京可以做很多 洋州 洋州啊 这都可以做很多 甚至是 什么西安 成都 贵州 你想做可以做很多啊 你想做可以做很多啊 但是其实呢 都不是啊 还是在山东 在北方 孔庙 那么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啊 不止三个 还有还有一个器官 中国还有一个器官 在咱们的拉萨 还有一个这个西藏的大昭寺 这也是属于中国的啊 那么 计划完了之后呢 在这个大明境内啊 是北方有三个 南方一个没有 哎 为什么这么设计 我又参悟了一下啊 我明白了 因为这个第二次呢 它主打东南亚海岛和太平洋 猪岛屿 太平洋猪岛屿 咱们刚刚已经介绍过了 那么这次呢 在东亚海岛加入了 是大量的这种器官啊 吴格库 泰国个什么什么庙 这我也不知道啊 你看缅甸 这有两个 以及这边啊 这边有巴黎岛有一个 然后这儿啊 这儿只有两个啊 这是全世界为二两个 有两个器官的地方 很多人就不不明白了 我这个 这这跟咱们的这个 中国北方 中国南方有啥关系呢 东南亚有这么多 那如果这些东南亚国家 往北扩张扩张 那它起步又能获得大量 喜欢这器官数量 在这一块就太密切 那同样东南亚北部 其实我看了看 也是没有什么器官的 这样你大名往南扩张 也没法急速扩张 你的这个器官数量 它试图披射 通过这种方式来稳定 各国家或者玩家 能获取器官数量值 很高很高明 很聪明的一种错吧 当然为什么很多人不服啊 就是说 还有一个点 就是说这个东南亚 这个地方 按理说这个区也究竟回事吧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器官 如果你按照这种标准来算 咱们中国很多啊 西安什么大雁塔 郑国区 冰马俑 啊 这个这个 唐高东 李直河 武则山 天下当的陵墓 明十三陵 青冬陵 对不对 这很多东西 其实都可以算的 但是富士山算的话 中国五月至少得加五个 对不对 还有再加了什么 长白山 周末 老马峰 屋山 对吧 这么一加上来 这个没完没了了 这太多了 太多可以加的了 原因是因为什么呢 我又参悟了一下 我又参悟了一下 原因是因为呢 这个DLC是主打东南亚级海岛的 所以说呢 才把这奇迹家长 这也是辟设未来的一个可能 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理念啊 理念 以后新DLC发布呢 首先是西化 咱们大名的西化困难就很大 你看 这这一个 莱州就可以弄成 威海 青岛 烟台 什么什么莱州 好几个省份 对吧 西化 西化完整之后 冰魔 传包 可成立国家 对吧 这新的乱七八糟 决艺 国策术的东西来一套 来完了之后 奇观 这其实也是在之前 主上加了一个新的东西 当然只不过奇观的东西 大家比较喜欢乐 简单 这会极大的加速游戏后期流程 我可以肯定这一点 那么在印度也是有的 我说我没有找太多啊 因为这个奇观的东西 其实我怀疑 P社内部很早就这样的想法和idea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如果你很早看的话 就会发现啊 很早以前 甚至欧鲁粉丝 第一个还是第二版本中 就有这个小的紫禁城建模 只不过当时他们呢 没有发挥一个太大的作用 当然MOD作者已经 啊 早就已经把这块 MOD明明白白了 这咱也不说了 很早以前 我其实 就某些MOD里边 就有这个奇观的要素 欧洲的外套又不看 其实也差不多 但你只要记住 凡尔赛宫 是全世界奇观中 唯一一个带有负面特质的奇观 就完事了 好 那么咱们的地理化内容 也是先做到这里 不过大家不要担心 故意在你们看视频的时候 我已经把第一话 又是咱们的正片 大名片 已经是发布出来了 当然喜欢朋友 可以三连支持一下 因为这个对我来说 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咱们也不用再见了 你们可以知道